我们是ENS专属你的美鞋顾问 每个月15、30号会上新影片哦 别忘了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影片通知哦 哈喽大家好我是板娘 我们今天呢已经来到了高雄三多旗舰店开箱日 等一下会带你们去看它整体的装潢 但我觉得要先讲最重要的 包含它整栋两层楼所有的装潢包含软件 那我们总共评数就是全壮上的那实际评数 总共的数字是50坪 我先直接破题 如果你要它的外观是像我们现在看到这样 然后它有楼梯有挑高 然后整体是500万 等于你花了半栋房子的钱去装潢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没有想象得到的吧 那我们现在先去开箱 就是它整个500万的价值的装潢 它的细节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回来一起跟你们分享说 我们开店的心路历程 还有真的想要开一家店需要注意的事项 跟一些新房交给你们 那我们先去开箱 走吧 我们现在已经在三多门市的门口 今天就是装潢后的首度开箱 我们先来看那个外面 这家比较特别它会有一个 骑楼的 比如说有男友啊 他们就可以坐在这边 就是在这边等你 然后你就不会觉得 好 还有压力哦 然后再来是这边 橱窗展示区 我们橱窗是做那个玻璃的圆弧 然后主要还会有一个婚鞋的礼服 这样你就可以想象说 我穿起来大概新娘子会是怎么样的样子 比较可以有想象的画面 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橱窗 它是联名Kitty的系列 然后这边有一个烟火灯 很可爱 梦幻 整个橱窗是做一个倒圆角的感觉 然后再来我们就要进入一楼正式的区域啰 然后再来就是这边 是一个可以让你们拍照啊 或者是一些小皮件跟水洗凉鞋 然后这边也是一区陈列 然后后面也有凉鞋 主要凉鞋现在是放在一楼这样 刚刚不是看了外面的棋楼 然后还有外墙吗 然后如果再加上它内部的这个楼梯的话 然后包含刚刚的圆角的橱窗 总共会帮我们省下大概200万 这些都是它原本现有的状况 然后刚刚的说的那个省下的200万 其中还包含了它二楼全部的落地窗 因为这些都完全是上一个房客 他自己改装的 所以这些都帮我们省下了很多钱 然后虽然我们自己花300 但它其实基础建设有200 如果你要从没有到完成这样子 总共要准备大概500万的转化费 然后二楼因为它采光很好 所以主要都是不会改变太多它原本的结构 然后是用一些软妆去陈列它 这些展示的柜子啊就是属于软妆 未来都是可以移动的 这个在你一开始创业的时候也很重要 就是你不要去订做柜子 然后订死在那里 就是你要让它是未来假如你搬走了 你还可以再利用这个比较重要 在这一区啊就是专门比较是一些宴会 或是跟鞋 或者是新娘的婚鞋 然后这边也会有一个白纱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现场感觉说 哦我如果穿白纱的话 发配起来的感觉是怎么样 这一区就是可以 就比如说你跟姐妹一起来 她帮你挑婚鞋 你就可以很自在在这一区里面活动 然后二楼的后半部啊就是主要是通勤上班族系列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就是他们在选购他们 一天要穿超过八小时的鞋 这个很重要 你如果有来我们三多门市的话 二楼是一定要来 因为二楼的区域范围是比一楼大非常多 展示的款式也非常丰富这样 你想象得到五百万吗 还没有装潢过的经验的时候 我是完全想象不到 我一直以为是五十万就可以解决的事情 像我们之前可能 装潢的钱会抓在一百到两百左右 但这一栋 它其实总共的那个包含外墙 然后骑楼所有的 它的总价值是五百万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前面的房客 他已经建置好了水泥的外墙 然后跟骑楼 然后跟楼梯也是他留下来的 你现在看到这些我后面这种落地床 都是他后来公寓打掉 因为这边二楼原本也是一个住家 然后他是把它打掉了之后 然后整个是重建 然后所以你才可以有这么大片 采光的落地床 这些都是前面一个房客留下来给我们的 然后这些价值 我有问过设计师 如果这些都要我自己做的话 我要多花多少钱 他说大概要两百万 然后我们现在实际 就是只是把它整理过 然后重新油漆 重新铺地板 然后还有加一些软件沙发柜子 还有拉管线是最贵的 重新的水电都重配 招牌超贵 我跟你讲 招牌真的是 不管你开几家店 你都会觉得天哪 怎么那么贵的那一种 招牌我记得是二十万左右 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三个小灯箱 然后跟一个铁键 这些总共加材 像我们自己找了那两百之后 我们自己实际支出的就是三百万 所以三百万你就必须要 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 你们绝对要除了房租之外 要把装潢成本 然后摊提到你们每个月的那个收支的 损益表里面 因为我们早期就是没有做这件事 然后就想说 哦那应该赚钱吧 因为营业额一定会高过你的房租嘛 但是你没有实际精算 你就会觉得是有利润有利润 但你后来实际算才发现说 原来我的装潢钱还没回来 这是很重要 像我们这样三百万 像我们是摊三年 所以是三十六个月 八万多吧 就等于你的房租之外 你每个月要加八万多 假装说 哦这个也是房租的一部分 才是你这个月要收支的平衡点哦 如果你没加的话 就很好 你要知道你自己说 哦要盈利额达到多少 这个点才是之后的 才是我的利润 还有就是你在谈合约的时候 也要把这个装潢成本的时间考虑进去 因为你合约如果只签一年 但其实你贪三年 但第二年的时候房东说 我要买房 你就得走哦 那你就贪不完哦 你就亏了哦 最好是你贪提的年份 跟你的合约的年是相符合的 还有一个很重要我想要先分享的就是 这个是我们开了第十一家店 在后期的这只家店才得到的一个新法 全部都是用我们血汗钱跟心血结晶去换来的 现在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 早期的时候 我看到一间就是在同一个区域哦 同一个商圈 然后我会看到一间假如说好 它是租三万 然后平宿跟另外一间是一样的 但另外一间哎 它位置的确比较好 就是在更主要的商圈里面 还有十万哦 就是你三万跟十万 一开始你在第一家第二家第三家店的时候 你真的会一开始就想说 哦一个月就差七万 那我应该是要考虑三万的吧 但结果后来我们到这第十一家店 其实最关键的点并不是在租金 所以你们一开始会先被租金吓到 会觉得说哦 那个一个月要十万我压力好大 我心脏承受不了 但其实你经过我们血汗的钱去验证之后 发现其实正确的选择 应该是要租十万的那一个 因为为什么 主要的压的钱会 耗在装潢跟你的人事 但人事基本上只要你平数差不多 你要用的那个人事成本就会一样 这就固定 所以这个我们不讨论 那会变动的就是装潢的钱 跟他的房租 但你可以去试算说 假如三万跟十万 然后他装潢的钱是一样 你每个月的目标值是多少 你会发现说差距其实不大哦 但假如你换到你的装潢费用一个是一百万 一个是两百万 这就差超多 就是你的那个基底值会突然变很高 总结就是装潢的费用跟人事的费用 还有租金的费用是开店面最主要的三大费用 那这三大费用都要一起去考量 不能只有被 房租便宜吸引 而且那也要考量到油油的部分 像这一间三多店他是三角窗 对 我跟你讲 就算他经过他没有买 他经过了18次 他第19次可能会上网Google 说这是什么牌子这样想要了解我们的价位 他可能不好意思进来 但他会做这动作 这就达到了这个三角窗他的广告效益 但反观刚刚说那个假如是三万块 然后可能在就在旁边的巷子 就这么近喔 走路可能30秒就到了 但他就是租金超便宜 这一种店面我们测试的结果是 还是最好不要 因为他的装潢钱可能也会需要花费同样差不多的金额 但他带来的广告效益跟他后续的人流啊 或者是还有整体的品牌的增长都会有受限 所以后来我们才会往比较大面积或是位置更好的店面去找 但我们还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建立信心啊 所以我觉得每一个阶段你选择的那个门市 选择的店面的位置会有所不一样 那你可以看你是属于哪一个阶段 你的需求是什么来评估你的总预算范围 那我们总结就是几个小提醒 比如说租约跟你的房租最好是要一致的摊底时间 以及你在考量租金的以外 你也要想到你的装潢成本以及人事成本 这些可能在一刚开始开店的时候都没有办法想像得到这些的细节 然后就会忽略 然后你可能整个忙碌两三年下来发现 诶没赚钱诶还是说不定还赔钱诶 对所以这个就是事前给大家的小提醒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实用的分享 这次真的是用新血换来 用千万血泪版的 哦真的是千万血泪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然后每个月的15、30号都会有新影片更新 谢谢大家拜拜